嗨 大家好,我是滾哥 我是滾爸 今天火焰機上市啦 近距離的平衡型 看起來就是一個舞蹈專家 那我們來分享他的招式給大家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開始我現在要介紹的是火焰機的招式 你看他們學彥帆跟火花 我先學彥帆 彥帆就是向前攻擊 如果打到敵人的話可以再攻擊一次 升級 火花 火花就是吐個小火焰 遠程攻擊點 這個角色他 不管是特殊攻擊還是補光的時候 他都會先會有個標記 標記買了之後他會有特殊的特效或是攻擊傷害 升級 然後他只能選擇火焰踢 火焰踢就是踢對方 然後如果對方被撞在牆上的話 他會眩移一下 點點點點 升級了 7級就可以進化人口 用GG 過熱 過熱 過熱就是他有一片區 然後他可以蓄力就可以打出那個傷害 蓄的會越久 打得越高 然後他在蓄力的時候會有一個妨礙無效的狀態 升級 有機學會大招 其實這個大招會跟你的形態有腳跟拳 現在腳就是也是一個範圍 然後打完之後就會變成拳頭形態 拳頭形態有火焰拳 火焰拳就是向前揮揚拳 然後如果打到敵人可以再揮一次 然後蒸氣彈就是 他可以往前丟一個彈 然後如果打到對手 他可以造成一個範圍障礙 然後呢 拳擊也是可以開大招 但這個大招他有點特別 就是 他每6秒就可以開一次 所以就可以一直 拳頭阿 腳阿 這樣互換 這樣可以讓 戰鬥可以更多便宜 好這樣就是火焰機的招式解說 滾哥選火焰機 我選超夢X 太酷啦 我們兩個都打近距離了喔 近距離 演得近距離 演得近距離 我也是近距離的 來測試一下 剛推出的超夢X跟火焰機 哪個比較厲害喔 請滾哥也可以順便再跟我們提醒一下 招式要選什麼比較好 選什麼招式比較好的 好像拳擊的比較厲害 叫什麼名字 那個火焰拳跟蒸氣蛋 喔所以你這次選 火焰拳跟蒸氣蛋 那他前期不給你選 蛤 你前期不能選 對後面他九級學大招 才轉換模式才可以選 所以關鍵用應該就是 拳擊比較厲害 要不然 要不然 怎麼可能一開始也不讓你選 喂喂喂 不是我對手欸 不是阿 放過你放過你一下 哇 腦袋也有 哇你來啦 超夢強 不是阿 顏兔你露線啦 兄弟 老兄你露線了 我感覺前期超夢比較強 老兄你露線啦 感覺上了解我們三隻在下路欸 超強的 不是阿 他滴姬不行了 所以你還是 他不是強四角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感覺好像他算還OK 兩個打你 我在訓練的時候蠻強的 他為什麼 你的隊友咧 來了來了 把他擺爛了 隊友來了 不是啊 你不沒打到什麼啊 你搶我人頭 隊友來了 搶人頭 那我要搶你 你準備好我就過去了 不可以偷冠軍喔 可以 等一下這個野怪好煩 有四隻 太多隻了吧 我踢 直接照到死欸 不是啊 你牆是腳欸 超模 所以超模還是很強喔 哇 超模還是強欸 不是啊 我想說 火焰機鋼板應該是蠻強的 我等你變強 我等你變強 你現在六幾嗎 我現在 這個角色比較適合吃中 那你應該去吃中 我覺得他扛線扛不起來 你怎麼會先去吃中 看看 沒辦法啊 我那些爛隊友在那邊一直吃 你不是已經可以去吃中了 中路還是可以吃啊 欸你很敢跟我打欸 沒有我抽個位 跑囉 跑路了 我要讓跟我 雖然玩牌跟我沒關係了 跑路了 你應該要多吃 多吃一點 趕快變強 因為你要 你說幾幾 七幾嘛 九幾 你說大招是不是 我要跑了 欸 欸 你是真的假的啦 假的 掰掰 欸怎麼可以順你 好啦 你這一隻超夢 真的是 還是做得很厲害欸 喔 獲得分 那你去生死機 死你的 欸我幫他去救我大招 我已經死機了 我不要蹭人之危啦 謝謝你謝謝你 等一下 等一下 火焰機 火焰機 喔唷你在那邊偷吃我的 掰掰 我還不知道你的大招是什麼 感受不出來欸 啊沒有啊 因為我還沒辦法 那可以吃大招啊 喔你還沒有開始欸 喔喔喔喔 喔喔 你殺了我的那個白蓬蓬 喔 這幾個都沒血的 怎麼會來這邊 你不是我對手喔 小心喔 嗯 你準備好了沒 那一切對一了嗎 我已經死一集了 喔喔喔喔 喂 哈哈 欸 這麼多次打看我的 超毛跟肥鬼嗎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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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衝殺五指 這個滾哥生氣了 欸滾哥差不多差五隻欸 我剛剛沒血了 那我先等你好了 要等級差太多 我還以為會死掉 可是我家已經被你打掉一個城堡來了 你們的那個隊友算還不錯 那是我關的 喔你關的喔 可是他來幫你啊五個打一個啊 喔五個打兩個啦 五個打兩個 喔他們還要去搶上路你看 你的隊友人都超棒的 喔我們幾級了 十一級 我十二級了 我等你我等你 喔你打好對手 又是我們的排風風 排風風要被殺掉了 欸你也是這樣也是蠻強勢的啊 喔我們的排風風風要出去 喔我們的排風風要出去 不可以 哈哈 中斷一下 不行 不行 唉唷 欸你怎麼知道 欸欸欸欸欸 不行不行不行 欸唷不讓了不讓了不讓了 哈哈哈哈 不讓了喔 不讓了不讓了 不行 不行 十三級了 糟糕糕糕 跟我一樣十三級了 不行不行 欸欸欸 大哥大哥不行 你怎麼一次灌85啦 蛤 啊沒關係啦 灌不掉啦 不行不行 我要認證打了 我這盤快過光光了 好囉 欸下路 喔我認證打了喔 我以為你的隊友都在擺爛 結果還在下路攻 欸你們隊友很認真啊 結果是不是看到我不行了 所以 認真的 他們超認真的欸 啊哈 啊哈 所以若以強勢角 喂喂喂 誰在上面偷爆塔啦 是我啊 是他啊 哇 我要來了 我要來了 怎麼可以欺負我們的角色呢 可憐 好 阿空 欸 救你 救你 欸欸欸 太危險了 兩個都活活活活欸 好臭我臭我臭我打不贏 是嗎 我覺得剛剛這樣打 有可能我會輸欸 可能我怕怕的人 沒有 這個時候我就趕快出大招 按大招 欸不是啊我卡住了 完了 為什麼你卡住 我剛才有一個 不活樂蓄力所以卡住了 哇哇對 我全 欸全掛了喔 全圈護我 對我全掛真的假的 欸欸欸我們對 要破塔了欸 要破那個電空座了 不行 所以對決輸了 啊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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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好酷 酷 交給你了 傑奧拉 傑奧拉在幹嘛 哇 他也殺你 所以其實 我剛剛在跟你打 我覺得火焰機前期是真的是 就跟一般一樣 但是到後期大概 9級10級的時候才開始比較強對不對 你覺得他幾級以後開始變強 大概9級之後 然後烈空座 就近距離的X 一開始其實5、6級就開始很強勢了 所以他這角色算是 現在還沒有做壞掉啦 就做到非常的Bug這樣 皮卡丘 你還沒好 因為你等級比我高吧 14級啦 15級勒 來囉 比卡丘快 哇 5分也好 5 4 3 2 我來囉 開大招 沒錯 我們分享給大家那個火焰機 你覺得他有什麼優點嗎 後期很強 後期很強 前期 前期是不是也是要稍微歸一下 前期好爛 打不出來 前期還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角色應該是大家都可以上手 也可以去玩 他是奧義勢幣就可以買得到了 那這是火焰機 分享給大家新角色 今天是9月14號 14 對新角色分享給大家 9月14號 那就先這樣吧 那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